大家好我是Ben 今天不是我一個人主獎 我請到同事佩穎跟我們一起 主要是因為 這次Gogoro他辦了媒體的試乘會有兩輛車 那一輛是辛巴表的2S 然後一輛是特製版的Delight版本 現在就先從這個外觀來分享好了 Delight的金色跟他的水藍色 再加上S2的這個配色 其實都走了一個霧面的高質感的靠西 那你覺得以Delight來講 你覺得他的顏色怎麼樣 比較吸引我的是玫瑰金 但是因為我們似曾借到的是水藍 那在大概半天相處的時間後 我覺得水藍他其實是耐看的顏色 他在陽光下跟樹蔭下 他的顏色會有不同的感覺 我就覺得他那個整個質感有 恢復到以前E的那種 更像精品的樣子 S2呢其實基本上他就是承襲過去 E代S的這個塗裝 但是呢他你整體細看那些細節的質感啊 其實我覺得都比2的一般版來的精緻許多 再來呢他車身其實有一些 設置上面的改變 他改成一個外露手把 他把整個車頭的 量感都縮小了 他的儀表變成一個 薄薄的輕量的儀表 那前面又加了一個 短短的一片小片的 弧形的玻璃 小風景 讓他的質感我覺得 變得更明顯 然後從此呢外露手把 其實一直是在這個車圈改裝裡面算是 蠻熱門年輕人喜歡的風格 在後扶手的部分呢 也跟一般版本不一樣 他在後扶手是一般版本是 往上凹的一個設計 那S2是直直的往後延伸 我相信也因為這樣子呢 他的車尾就看起來更 劇動感 所以那Delight的版本你覺得他的造型 之前2他是 像一般素殼打樣有一個塑膠外殼的 龍頭嘛 那這次的Delight他也是用一個 類羅把的 設計 那我覺得在這方面 以視覺上來講的話 他的車頭 明顯的小許多 就讓這整台車感覺更輕盈 前陣子其實Gogoro鬧很大的 就是Gogoro2這個前面的 散熱孔會積一些灰塵 還有一些髒東西的部分 那這次呢看到Gogoro在車底下面有做了一個 設計上的改變 那有開了一個洞 之後相信他這些髒東西呢 就可以很自然的從那個洞口排出去 再來呢 我們針對他的這兩台車的特點 再一一的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 我先講我的S2好了 性能的部分是他強調的點 實際上我騎這台車呢 確實 他在0到50的加速感是非常的強烈 儘管他的尾速呢 其實我覺得他的表現 跟過去的ES 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0到50這個區間呢 確實可以在 紅綠燈的綠燈之後 跟其他的125速克塔拉 拉開這個距離 所以其實在起跑的時候 是很有爽度 我覺得首先他改了12吋輪框之後 座位降低5公分 這個讓我覺得還蠻有感 我騎S2的時候 就很明顯我的腳是 有點像跳芭蕾那樣要完全 腳尖 著地 那我騎Delight的話就是 日然的墊腳而已 再來 因為他是 省力中柱 對省力中柱 他那個省力中柱 我真的覺得非常神奇 但是你以前金旺 還有 很好架嗎 金旺 他還蠻好架 但是如果你是 有一點坡度的地面的話 其實還是有一點難度 而且因為在加上金旺他比較高 所以你要往上拉的時候會比較難 那Gogoro1就更不用說 因為他實在是太重 所以我基本上是沒有在駕中柱 我覺得如果我換到Delight的話 一段時間我應該會把就是 不駕中柱這個壞習慣給改掉 因為事實上其實 很多女性的Gogoro車主 尤其是1的 他騎到後來他基本上都是靠 側駐在駕車 對 但是其實 側駐是很容易導車 發生導車的情況 但是因為女生實在駕Gogoro1 實在是太辛苦了 像我的車如果借給我媽騎 那他一樣也會有駕不起來的情況 那所以 輪框的部分 縮小了 然後還有他的 這個省力中柱 光這兩點其實他就讓女生 Delight更適合女生行程 而且我覺得 因為輪框12吋的關係 所以在 過關的時候會覺得 更順暢 就是很輕盈 沒有像1那麼 笨重的感覺 S2呢因為他標榜的是性能 那但是因為我們這次 並沒有把他 拉到山路上去強調他的性能 所以呢 我覺得S2在一般道路來講 他的前後的懸吊 是升級版的懸吊 是可以調的 是比較熱血的習式去使用 但是我建議一般的 如果你是通勤組 或者是 是女生 其實一般版就非常夠用 佩儀你覺得他的便利性 首先 車廂就是我覺得非常夠用 然後前面的腳踏 我也覺得 可以給很高的評價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他這次拿掉了那個 車廂自動開啟 那 很常讓我就是以為 我的車廂是打開的 但其實並沒有 或者是我以為我蓋好 但是 其實也沒有 對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可惜的 自動的部分 其實這次的S2 它搭載了對視的輻射卡鉗 那也因為這樣 其實我們在交換期的時候 我很明顯的感受到這個S2 在自動方面 我覺得是非常的利 是不是還因為它有加大碟盤的關係 對 因為它有加大碟盤 然後再加上其實它 不管是S版 或者是一般版的 它都是有連動的 煞車系統 就是我們在交換期之後 我就明顯感覺到 S它煞車馬上就是停下來的 但是 Delight它有稍微再往前滑了一段 才會 才會完全靜止下來 懸吊的部分 這個S2 因為它有設定那個前後的避震的阻尼可調 後面還可以預載可調 所以其實你可以針對你個人的使用需求去調整你的車輛的避震器 總結這次的試乘 S2跟Delight 在外觀上 我覺得它有回到Gogoro一代 精緻的感覺 然後在使用上 這兩台車它都有做更明顯的分重 Delight它是讓女生在騎乘感是更人性化的 S2的話它就是 要給比較喜歡Race的騎士 那種Race的感覺 以上呢 就是我們針對這一次 Gogoro 新發表這兩台車 的騎乘感受 OK 請鎖定我們 Supermoto 8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關鍵 我們下載的機關 前輪的確 我們下載的 怎麼